《一南望》为2004年明示八点档连续剧 本剧以1960年代至2000年代的嘉义地区为背景 表现出台湾人民在纷乱的社会中认真奋斗的精神 总计526集 为台湾八点档类目前最多集数的剧集 曾经热播的《一南望》让多少人难忘 而剧里首播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现如今那些演员们的现状又是怎么样了呢 发掘新闻内幕讲述明星故事 大家好 这里是新闻歪歪歪 欢迎收看今天的精彩节目 1.谢金燕 资深女星谢金燕出道多年 她在爱基上回顾了自己人生第一场小巨蛋演唱会 回顾一路走来的艰辛 更意外自曝身上留下了永久性旧伤 如果说国语天后是蔡依林 那电影《天后》一定非谢金燕莫属 1974年 谢金燕出生在台湾高雄 而父亲是闽南地区富如皆知的 综艺节目主持人诸葛亮 作为新二代 谢金燕本该风光无限 可她的童年过得并不幸福 而亲手将一切幸福摧毁的 正是她的父亲 她的父亲一生有过四段婚姻 予有五个孩子 谢金燕的母亲是她第二任妻子 自小父亲便时常缺席 而谢金燕不多的记忆中 她还常常教训母亲 岁月流逝 谢金燕母女三人 却等来了这个男人的离婚协议书 最后母亲净身出户 母女三人从此过上漂泊的日子 好在母亲坚强 将谢金燕姐妹俩抚养长大 而在15岁那年 谢金燕偶然看到电视上 要举办美腿小姐比赛广告 她决定仪式 也许是上天眷顾 谢金燕一举拔得头筹 顺利进入演艺圈 天分和运气使然 使谢金燕资源不断 影视歌三期全面发展 在台湾人气爆棚 可好景不长 高强度工作后的谢金燕 准备和姐姐出游放松一下 没料到一场意外的车祸发生了 姐姐和谢金燕当场昏迷 被好心人送到医院 谢金燕在重症监护室 躺了整整三天三夜 毫无清醒的迹象 母亲六神无主 只好给诸葛亮打电话寻求帮助 好在诸葛亮这次没有推脱 她将谢金燕送往日本治疗 车祸后 逐渐恢复的谢金燕与诸葛亮关系 有所缓和 从此诸葛亮闯入了谢金燕的生活 劫后重生 谢金燕更加感恩生活 由于后遗症 她无法继续演员的工作 所以摇身一变 成为了歌手 转型不易 诸葛亮在这期间 也给了她莫大的帮助 找资源帮谢金燕重回大众视野 日子仿佛在一天天变好 可是人永远都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临 1999年 诸葛亮欠下了天价债务 无力偿还 谁知 她不负责任的本性又回来了 直接带着现任娇妻一走了之 把一烂摊子债务 留给了谢金燕 债主日日上门追讨 谢金燕不得安宁 替父亲还了一部分 算是报答她曾经的恩情 可是媒体公众不买账 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接踵而来 谢金燕的歌手生涯 接近被毁 幸好曾经的人脉发挥了作用 台湾演艺圈大佬杨登奎推了一把 让谢金燕不至于退出娱乐圈 而诸葛亮这一走就是十年 谢金燕也熬了十年 好在她不信命 把全部的心思放在了创作上 有实力加持 她在歌唱界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人红是非多 谢金燕红透了半边天 绯闻自然不少 2009年 媒体传出她的丑闻 本来她沉默一对 风波会尽快平息 算不得大事 谁知人间蒸发的诸葛亮恰好现身 宣布复出 还站在媒体记者面前 爆料谢金燕的生活 一时间 谢金燕再次成为众矢之地 只是人到中年 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她 早已无所畏惧 她大方坦白 不想家人的生活受到打扰 可诸葛亮却又作妖不停 还试图利用她博关注 2016年 在台北演唱会的舞台上 谢金燕突然袒露心声 公开父亲的丑闻 自此她暂时离开了娱乐圈 与父亲的恩怨 也暂告一段落 2017年 诸葛亮患癌症重病离开 享年70岁 当天无数媒体等在灵堂前 看谢金燕是否会来见父亲最后一面 终于在入关前 谢金燕赶到 见到了父亲的最后一面 曾有媒体报道称 台湾知名女演员张琼兹 在片场突然晕倒 吓得剧组紧急叫救护车 将她送去医院 她的老公女儿以及经纪人 在得到通知后 全部立刻赶往医院 大家都很担心她的状况 新闻表示 张琼兹虽然已经年过花甲 但她仍然在坚持拍戏 送医后才知道她是因为突然头晕 所以一时踩空昏倒 经过治疗她的身体没什么大问题 不过脚扭伤了 可张琼兹突然头晕 不是没有原因的 极大可能与她的心脏问题有关 她患有心脏二肩半膜脱锤 如果太严重会对身体造成极大影响 据悉 张琼兹曾做过相关手术 虽不需要住院 但她仍要注意保养 吃药控制 其实她平时一直都有运动 保持好身材 早年间 张琼兹与姐姐张琼玲一起 以模特身份出道 因长相美丽 被称为漂亮二宝 之后张琼兹参演多部电视剧 例如金粉世家中 饰演女主角 还有大家经常提起的一难忘 她也有出演 让人印象深刻 即便婚后淡出荧光幕多年 她都不曾被观众淡忘 张琼兹1993年 和职棒选手郭泰元结婚 之后生有两个女儿 婚后她跟随丈夫到日本定居 从大明星转为家庭主妇 安分地等着郭泰元打完 每个球技回家 看似幸福和乐的家庭 却在搬回台湾后 一袭走掉 郭泰元检查出肝癌 下咽癌 必须进行手术和化疗 此时又传出张琼兹 与她的健身教练视频约见 甚至躲在车内密会超过80分钟 引出出轨传闻 让其老公郭泰元大怒 婚姻岌岌可危 事后两人闹婚变 但最终还是破镜重圆 这些年他们也一直表现出恩爱模样 一家四口很幸福 看样子 应该是已经不再受过去的影响了 3.詹雅文 台湾金曲歌后詹雅文 曾在社交平台上筛出自己 带着住院手环的照片 公开自己患上帕金森是症的消息 震惊一众网友 詹雅文表示自己的左脑已经中度萎缩 体重也在两个月内 狂掉16斤 医生建议她手术治疗 不过她选择靠吃药来控制病情 虽然吃药的副作用很大 让詹雅文觉得恶心像兔 但她一直在鼓励自己 勇敢面对病情 并珍惜现在自己所拥有的 乐观态度着实令人敬佩 许多网友都很心疼詹雅文的遭遇 因为她的人生经历十分坎坷 詹雅文从小出身贫寒 家里不仅出不起她的学费 还欠了很多债 所以她很早就辍学大工 詹雅文拼命工作 后来得到贵人赏识 进入娱乐圈发展 但常年累月的疯狂工作 还是给詹雅文的身体 留下了很大的损伤 从2014年开始 她的身体频繁出现健康问题 经过长时间的休养 詹雅文的病情原本在康复 没想到又迎来了 帕金森是症的打击 令人唏嘘不已 4.江慧 据台媒报道 台语歌后江慧 是台湾乐坛的代表性人物 演唱过许多经典歌曲 却在2015年急流涌退 结束歌手生涯 过着低调的生活 江慧隐退后就淡出了公众视线 外界指质偶尔通过她的好友 兼前经纪人陈子红才能知道近况 直到江慧突然现身 参加公益活动 当时被问及平时都在做些什么事 她表示实在太久没有面对媒体 内心非常紧张 并呼吁大家积极参加公益 5.王时贤 男星王时贤出道多年 演过《易难忘》 《致正当中》等戏 不仅是本土剧当红小生 也是知名闽南语歌手 已经结婚多年的她 育有两个女儿 和老婆感情依旧甜蜜 一向给外界好儿子 好男人形象的她 其实曾和妈妈闹翻 冷战长达一年多 王时贤在演艺圈中 是出了名的孝顺 她虽然是老二 却一肩扛起家里经济 成为了妈妈最稳的靠山 一家人的关系相当和乐 直到她把未婚妻小云带回家 原本独占儿子的妈妈 看到儿子跟未婚妻整天形影不离 还带着她出外景 心里不好受 最重要的是 小云过去的职业是 酒店小姐 不禁让她常常叹气 因妈妈坚持反对这桩婚事 夹在两个女人中间的王时贤 最后选择公正结婚 不正式艳客 还直接在婚后 搬离了王家 这样妈妈更加不能谅解儿媳妇了 从此 婆媳关系变得更僵 冷战了一年多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 王妈妈曾心寒地表示 每晚看一男忘时 老是无法控制地边看边哭 而外界的传言也满天飞 据说当时老婆小云生女儿 婆婆还曾放话诅咒 直到王时贤带着老婆 出席妹妹婚礼时 时隔许久见面的母子 终于有机会化解心结 最后终于拥抱言和 曾经闹得轰轰烈烈的家庭问题 也经圆满解决 六 张凤书 女星张凤书接受台媒采访时 曾透露自己的育儿方式 称在儿子读小学时 她因为嫌弃儿子太宅 便直接将儿子丢到一个荒岛上 去参加夏令营 在张凤书看来 教育孩子不仅要恩惠病师 还要进行适当的鼓励 同时 她也强调父母和孩子沟通的重要性 不能一味斥责 据悉 张凤书2006年 嫁给富豪叶国一的外甥 建筑师王龙贤后 第二年便生下儿子 一家三口幸福美满 张凤书曾在长篇电视区《一南望》中 饰演女主角赖丽珠 这部剧让她打开了知名度 她凭借精湛的演技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了演员身份 张凤书还是一位主持人 她主持过多档节目 担任烹饪节目 美食奉味固定主持 除了继续主持自己的烹饪节目 张凤书还接下 医学类节目的主持工作 之后在节目上 张凤书还曾自曝进入更年期 出现了心悸 倒汗等症状 不过有及时就医 并按需吃药条理 深美女艺人 张凤书敢于直面自己的年龄问题 可以说相当真实 张凤书在当红之际 为了家庭淡出荧幕 令不少观众一南望 但她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 可以说是另一种成功 本土剧女星 叶嘉宇与演员老公 陈凤宇结婚后 为相夫教子吸引多年 后在重返荧光幕前 拍摄本土剧《黄金岁月》 掀起不少讨论度 不过随着叶嘉宇 在《黄金岁月》戏份吃重 工作忙碌也导致身体出状况 直到她看见女儿送的卡片 加上亲友不断加油打气 又让她感觉充满力量 可以继续努力 叶嘉宇曾演过《一南望》 《娘家》 《夜市人生》等剧 受到许多观众喜欢 但自从嫁给陈宇峰 生下两女儿后 她几乎吸引 全职在家带小孩 很多粉丝都期待着 她能再付出 时隔多年 她终于再次露面 却道出天下妈妈的心声 女人为了家庭 孩子 昔日的美貌不再 成了连自己都讨厌的黄脸婆 据中时电子报报道 叶嘉宇首次公开自己的臃肿模样 她很难接受这样的自己 甚至产生了自我怀疑 厌恶的心情 为了减重 她试过多种方法 吃排油食品等 无奈却造成反效果 叶嘉宇还表示 老公从没有给她减重压力 其实 叶嘉宇的例子 就是全天下女性的缩影 当妈后的女人 必定要面临身材走样 美貌不再的威胁 当女神变成黄脸婆 就连叶嘉宇都无法接受 8.李正颖 男星李正颖 曾演过《娘家》 《夜市人生》 《一南望》等台剧 因外形帅气 曾被观众封为 本土剧男神 后来李正颖 因拍戏旧集复发 影视产量锐减 他在出席活动时 记者发现他整个人 肿了一圈 他还曾透露 动念出家 李正颖曾坦言生活 十分无聊 除了工作就是安静独处 生活相当规律 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 他也喜欢上研究佛教经典 更指佛学给他最大的收获就是 清心挂欲 尽管工作机会很多 但李正颖先前萌生 想出家念头 倒是后来心态转变 觉得很多事 不能出家也能做 李正颖表示 佛学让他非常平静 非常快乐 一难忘在当时播出后 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 各大主演也都宏极一时 然而时隔多年 他们的现状却是差别极大 可大家都在积极地生活 也希望大家能越来越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击订阅收看更多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